是起点 未来也是终点 我从终点回到起点 太催泪了 你只有彻底失去了 这样的机会之后 你才会觉得 你真的做得太少太少 你手把 觉得我们有点偏 没事 《你好生活》龙舟队 成功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 在第一季的《你好生活》里 看日落了吧 我们度过了一个平常 但是那么精彩的一天 声音其实只是一个媒介 你要把这个情绪 附加在 无法入睡 我很想像竹子一样 不断努力地 升到自己明确的目标 大家就是在一起 生着火 做着饭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这个 你可以给 唯有遇到动物 唯有遇到大自然的时候 你才能完全地把心安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我起来 你自己先尝一下 我看 观众不会知道你熬夜熬个时间 但是影视的作品 它其实就是结果论 什么都识别呢 只有自己知道 多少次想要放弃 最后好不容易监制下来 才有的那一个 如果你觉得是生活亏欠了你 一定是你自己有些什么事 亏欠了你自己 但你把它赖到生活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若兰兮 长不改 心若兰兮 终不宜 彩菊东离夏 悠然见南山 为何古人都爱以植物研制呢 植物到底有什么魅力 千古诗人皆为之倾倒 植物之美 美在它摇曳的形态 广袤的生命 深厚的智慧 在生物的版图中 我总是乐意赞美植物 因为植物虽然没有大脑 但它拥有指挥 你看 种子随着飞鸟去旅行 花粉通过昆虫来完成繁衍 植物是静止的 但是它拥有一套 和世界交流的运动法则 人可以向植物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 使天生傲骨 也懂得成全 可孤自芳华 也能爱得无悔无悍 生活的智慧 同样可以从植物身上去汲取 四季轮回 我们总是能被植物的 某种品性和特征所触动 人类对大自然所赋予的审美 散发出一种人性之光 好美啊 为什么是长颈鹿呢 因为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 食草动物 设计师可能是希望以此引起 更多的关注 希望人们能够珍惜森林 珍惜植物 珍惜我们的地球资源 但你不觉得这个弯曲干枯的 树枝看起来有些绝望吗 对 它们是绝望的 它们是枯死了五十年以上的 小花母精的枯木 小花母精是菲律宾的国宝树 它的这种经久耐用的品质 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可以恰恰是这种品质 为它带来了灭顶之灾 它的砍伐已经到了 濒临灭绝的地步了 英国设计师詹姆斯 收集了一百多吨的 小花母精的枯木 把它们做成各种各样的 艺术品进行展览 它有一个工艺计划 就是希望通过各种工艺收入 能够再种植培育八万多棵树 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小花母精 所以其实人类永远是在 回馈和索取之间 去找到这个此消彼长 甚至有时候你的回馈要多余 远远地多余索取 这个生态才能找到自己的平衡 真希望每个站在这的人 都能感受到她的用心吧 再见 莫莉一家 2019年董卿受邀成为 市员会形象大使 问起她为什么为市员会代言 她告诉我 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植物世界 但是从我本心来讲 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更多地 借这个机会 去了解人和植物的关系 你知道在我眼中你是什么植物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花 叫风车茉莉 它的形状就像一个风车一样 你看到她你仿佛感受到了 她已经旋转起来了 她还有一特点 她是根扎得很深 然后她的枝叶会爬得非常高 如果你细心地呵护她 她就能爬满整座墙 风车茉莉的确像气息人 但当你凑近她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是一种并不张扬的 甜淡的分风 正如人的香气 我刚才也在想 你像什么植物 因为我觉得很难把 男性和花联系起来 我觉得我自己像绣球吧 头大 稍微有点阳光 它就反而会违你的一种植物 我其实内心是一个挺敏感的人 内心深处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有时候会很不自信 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 没有让你更强大一些吗 我会学着让自己假装自信 这是我唯一能学到的 其实人和植物很像 你在最初发芽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但是当你长成另外一种植物的时候 你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我印象中 从来没想过 你会是一个对植物喜欢 热爱 而且如此有感受和理解的人 其实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要 要慢下来生活 慢下来生活一定不是指 你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 所谓的慢只是说 让你依然还保持一种感受力 哪怕你有片刻的空隙 你还能够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你还能够感受到 这个自然带给你的快乐 你还能够去想到 从书本 从电影 从音乐当中 去获取一些安慰 朗读者从何而来 其实每一档节目 对于制作人来讲 都从他的本性而来 就像你是一个很喜欢去生活当中 捕捉所有的那些感受 把它记录下来的人 所以会有你好生活这档节目 朗读者也是一样 你在读一段好的文字的时候 它对你的心灵的慰藉 是难以言说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世界里边 安静下来 或者你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边 去找到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自己 那种曾经给你的一种激动 所以会让你去创造一个 跟它有关的节目 但是你做了制作人 然后当你要面对的 就不光是读书这件事情 还有太多太多的琐碎 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无坚不摧乱了 怎么可能 大家看到的我们的工作状态 只是它的一面 其实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了 你准备上台 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按托工作上面 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 我可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或者从晚上八点 到第二天的早上四点 一刻也不动地在那里坐着 就是为了去想 还有些什么是可以补充的 还有些什么是可以改变的 我认为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 你做制作人 你要牵头做所有的事情 你会很累 就是你会对自己非常地苛刻 当然 你会吗 当然 毫无疑问 我会为了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当中的某一个信息 可能可以去看好几万字的材料 到最后也许还是保持原来的那个最初的那个选择 我一个字都没有改 但你不觉得这是一样的事吗 我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我觉得我证明了它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可以放心地去说给所有要听这段话的人 他们都说你好敬业 我后来在想它到底源于什么 当然会源于你的对职业的一种敬畏 还有其实也源于你的个性 你会觉得很苦吗 有 苦是指你在去达成某一项你所设定的目标的过程当中 你会因为它投入超出你的负荷的体力和时间 那个时候你感受到了苦 就像人们为什么要去登珠峰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 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去探险 我们要向人自身的极限去发出挑战 那是人生而为人的一种高贵的品质 是我们可以忍受所有的痛苦 去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 生命的价值在于哪里 你有没有在空气里闻到一个甜甜的味道 对 我就是在想什么花在散发香味呢 可能因为你这里的空气也变成了 我的天哪 你能不能少一点 这叫什么土味情话 对 我排斥的 你还有个问题刚才没有回答我 在你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食物 我还没有忘记 你一定想要用一种花来形容 向日葵 为什么 除了脸圆之外 我就理解成她永远向着太阳 因为笑容 状态 也许这是你的一部分吧 但可能不是全部部分 百分之二十五吧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 是向日葵在落日之后低头的样子 有时候人是需要低头去思考的 我其实今天挺想给你做顿饭的 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你真的要做饭 这简单呢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做饭的话 我希望你是从 这个试园会的现场 可以吗 就地取材 他们这里有收菜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可以偷菜吗 干嘛要偷啊 光明正大的去摘 好吧 走吧 不如今天我们都做一道特别的菜吧 仔细想一想 人生中做的第一道 或者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一道菜 是什么 然后咱们在园子里采摘食材 复原出来 也许今日再品 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这位少女在看什么书 非常有意思 什么 树的秘密语言 太有趣了 我告诉你啊 光线特别昏暗的森林里边 阳光几乎被所有的大树覆盖了 那么那些幼小的树苗怎么样才能生长呢 如果照不到阳光 它们会死去的 母树就会让自己的一根侧根 和这个小树的根联系在一起 提供给它养分 然后帮助它在自己的身旁成长 就像期待一样 真的 后来自然学家分析说 这种灵下弱光 其实是大自然的一种刻意的安排 就是为了让树苗能够笔直地长大 强迫它笔直长大 怎么样 有趣吗 你去哪了 我去了百树苑 真的 你刚不知道 真的去百树苑 你叫我摘菜吗 谢谢 精心给你做的沙拉 好看吗 漂亮 这个太有意义了 蔬菜其实是和人类生活关系 最紧密的植物了 对不对 对啊 而且人类通过它 可以获取来自土地和太阳的能量 你不觉得 我们在吃蔬菜 在吃穀物的时候 其实也是和天地自然的一种交流吗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觉得 这个蔬菜是植物 蔬菜是经过人类长期驯化的植物 真是 尝一尝吧 好好吃 尤其是淋了一点贝迪斯橄榄油之后 这个味道更鲜了 真的 植物也太生硬了吧 好生活用好油 你好生活 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迪斯橄榄油 独家冠名播出 你以后你的节目里筷子啊碗啊 所有的调料 起司啊 你刚才泡茶的那个 移保纯净水 本栏目由 你我的移保 品质呈现 那茶叶公司很快也会来找你的 请跟我们联系 直接在我微博上留言就可以了 我忙了这么久 你给我准备什么 你还记得我刚才我说你 在我心里像什么花吗 向日葵 脸又大又远 你看 你还真找到了向日葵啊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要准备今天在 你好生活的节目里面露一首 鉴于你把我形容成向日葵 我对你今天的插花 不是太抱希望了 要不要你和我一起试试看 这样吧 你来一个作品 表现你心中的我 我来一个作品 表现我心中的你 一定把所有的感情投入进去 做出一个最完美的 花衣作品来的 好吧 你怎么还拿两个呀 表现我的双面人格 是吗 学过插花吗 看过 我特别感动于 法国的一位 插花大师说的一句话 他说 花的生命的最后一段 在我的手里 所以要以怎样的一种方式 把它呈现给这个世界呢 太贴切了 前段时间 试园会有一个花衣大赛 对 你还给我发了 比赛的照片 这跟我想象当中的 插花不太一样 对 它赋予了更多的人的思想在其中 所以它会让你感觉有些刻意 但是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审美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 对 我做完了 这就是我心中的懂心 在家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那么好的花的素材 在试园会就可以 比较尽情地对 董青老师插花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美啊 但其实镜头没有捕捉到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更美 就是它其实虽然是插花 但是它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它先期了解了很多 跟插花有关的信息 这个其实是观众没有看见的 它是在录制之前 就在不断地做这种充足的准备工作 也觉得说 这是我身上缺乏的一件事情 可能也是你身上缺了一点精神 你这是正面吗 对 但好像看起来不像是正面的样子 所以你还要考虑到 哪一面是面对观众的 当然 而且有时候其实插花之后 你会更明白一个道理 少及之多 对 你会发现 很难把所有的花都放在一起 完了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作品可能不会太美 天然比较介意啊 我们插完花以后会 会有专业的老师给我们来个评比一下吗 打打分什么的 哇哦 行吗 你那个哇哦是什么意思 董卿在你心里可真够茂盛的 董卿在我心里就是个少女 就你在生活里什么状态下 你会表现出少女的那一面 我觉得其实一直到今天依然还会有 这一点是我蛮庆幸的一个地方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和家人在一起啊 在录节目的时候都会有 你说少女的一面其实是哪一面 我觉得她不是说要嗲呀 或者是很欢托啊 她可能是更真实的你 是相信 就是更纯粹的你 容易相信 对 当董卿老师提到了少女心 是源于相信 那个时候我可能不会太理解 这句话的含义 但当我们录制完了小萨那一期之后 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正因为相信 她才会保持那颗纯净的 纯粹的少年的心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力量 但是他们选择了去相信 相信的力量 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步履会更加的坚定 你的目标会更加的明确 少年感觉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找到是找不到 如果你丢了 再想把它找回来 我没试过 我不知道能不能 我保证打死他都认得出来 我是谁 然后你到二楼等着 他不会在天台吧 他来了没有 那个胡萝华 你别编了 中毒也是五分钟 把呀把呀把萝卜 如果这是山楂 他就把这几棵树全吃光 好 如果这不是山楂 我就承认我并非无所不知 我的天哪 应该把这个给我们 我们自己骑回去 这么经典的造型 慢点开 对 尝尝开 干嘛 切了手了 我只是感叹一下 好可惜 为什么让我知道这么好的牛排 这种感觉蛮好 别说了 我裤子都快破了 白杨在哪里 我家叫B612 小星星 在哪个星座里 B612 在哪个星云 我那个星球很小 我一天能看43次日落 我那个星球上面还有一朵玫瑰花 但是我因为害怕羊把它吃了 所以我弄了一个玻璃罩把它罩上 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 很多简单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能做一辈子的梦才是幸福的梦 从小做到老 这个梦别醒 我也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少年 保持那颗初心 保持那颗最纯净的心灵 我突然明白了罗丹为什么要砍掉那双手 嗯 为什么 他的一个雕塑作品 你知道大家去看的时候都说 哇 这双手完美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手上 所以你到底重点要表现什么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向日葵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倒是 在完成了我们的业余茶花之后 可以去欣赏一下专业茶花师的作品 平常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过 这么长时间的这种交流 好像是第一次 在工作的时候也只是限于工作而已 我真的不想再多加任何东西 我看 很欣赏自己的作品 真的 所以对 你这个作品 你不管是有什么 但是主体最显眼的还是向日葵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作品 其实是有非常鲜明的 性别差异的 你的这个一看就是在形容一个女性 而她是带有一定的力量 对 线条更直一些 你看日本人茶花 永远是叶多于花 她更欣赏那种枝叶的那种线条的美 而且很简单 而且她们还有一个特点 永远不对称 其实日本的这个花道很多是源于中国佛堂供花 隋唐以后传到了日本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 她总是以少为多的审美原则 但是相比比如说法式茶花就更自然 它们崇尚的就是花的自然之美 充分地把每一种花本身最美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有时候很浓烈 很随性 对 有时候也很妩媚或者说很性感 大师看了又看 品了又品 总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是那么满意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 是这个过程很愉快 你不想过早地结束 这个是我送给董卿的一个作品 这是我心中的董卿 名字叫 应该叫山外青山吧 芙蓉 韶药 这个叫白花石蒜 因为主色调底色是白色 白色 这是最像你的颜色 我认为这是我心目中的你 首先你看我选了两个瓶子来做前后的一个叠加 是希望是我认为一个人是更多层次的 这两个作品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它是非常女性化的 特别是吊钟 这是我最爱的 非常的纤细和柔软 但其实它很坚硬 那么我的这个作品它就更男性化一些 所以梵高的向日葵你知道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和振爱 是因为很多人在梵高的向日葵里面看到对自我的一种认知 而且但是它又同时在法国南部完成的又非常的热烈 是梵高始终向往能够得到的 但是最终一无所有 所以人们还是把它看作是梵高的一种精神的追求 即便它在最后死的时候说这苦难的人生 我觉得它形容的特别对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阳光的人 但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大家不是说看到一个阳光的大男孩 而是一个 哦 他现在会自己发光了 2019世界园艺博览会 业余祖大赛 业余祖大赛 最后进入决赛的两位选手 我们等待着我们的真正的花卉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掌声欢迎万宏老师 真正的花艺大师 我的鸢尾叶它就是一阵风 就像那个风筝的尾巴一样 它能感受到那种灵动和呼吸的声音 可是万老师我怎么觉得鸢尾叶调中和这个都好像放在一起 并不是很和谐的感觉呢 他现在把鸢尾叶做一个衬底的话 你看鸢尾叶就跟纵一叶 这个选手你不要评论对手的作品好不好 特别像纵一叶 请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好吗 纵一叶都出来了 你咋不说这个像月饼呢 从相互吹捧到相互诋毁 就是一步这样 我们完成了一次关系的升华 主要是一旦要凭胜负的时候 人的本性都暴露出来 好 老师来 这个作品满分一百分 其实说实话不太好比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比较自然的方式 这个是比较设计的方式 就比较对比 从设计来说这已经赢了 谢谢 那我们去看一看您的作品 好 好不好 其实刚才我们在这忙活的时候 万老师一直在 对 在那边 哇 远远看去 已经是非同一般 现在是反着的 现在是反着的吗 这边才是正面 那您能转到我们这边来吗 这边是正面 我觉得您这个作品用得非常克制 您那个果实就用了一枝 就零星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 中国插花其实就是很克制 我们也是很爱花的民族 中国人不支持爱花 我们中华的那个华字 本意就是华 对 所以花的文化其实是中国一个 在骨子里就有的 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 它的个性属于有点深藏不露 隐忍 隐忍的 但是冷不丁从哪个地方就炸出来了 它是个很营养 很有营养的花艺师 因为它每一个这个红果 它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我是觉得 因为你们节目刚刚炒贝嘛 我觉得是一个象征 象征有收获 我觉得其实您说这个 这像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很贴切 它目前还没有很多收获 但是这是我们希望它的样子 未来的 未来的样子 模样 而且有很多的青色 绿色 这就是象征青年的颜色 所以你好生活 我们也是希望借这个平台 借节目 向生活说一声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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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你无形当中就会放下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了你好生活之后 觉得说好像看到了这些熟悉的朋友另外的一面 你为什么会答应和我这次旅行 想看看你的这一次节目的方向是不是我想要 是你想要的吗 到目前为止还算乐观 跟之前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会更让来的客人放 是什么我会想要的 就是像我的哥们 在行为我这样的节目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我会想承认的 我会想有那个 我会想要的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在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生活两个好哥哥 这里是永远的 其实你好生活 也是在完成一次实验 三个完全没有任何 交集的陌生人 从第一集的相识相处 再到慢慢慢慢熟悉的过程 我们全程记录了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过程 我们从最初的 背对背的访谈 到大家坐在一起 毫无距离地 去聊一聊彼此的生活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在录制最后一期的时候 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也许节目录完以后 我们之间的联系 可能很少 但是我们共同经历了 这一段 也许是我们人生当中 非凡的一次旅程 曾经在出发的时候 我的目标 是去寻找生活之美 但是当我们的旅程 全部结束 我很庆幸自己 发现了人的美 人的美是因为生活而绽放的 我也有一份小小的礼物 要送给小妮 就作为是这个节目的 开始的我的一份祝福 选了一本 以植物作为封面的手帐 送给你 这本手帐 它也有一个名字 叫听花开的声音 我留下了我的一个寄 生活所有的智慧 都来自于对她的热爱 你好生活 送给小妮的新节目 太暖心了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生活所有的智慧都来自热爱 但是你首先 你心里得有这份热爱 你得打开自己的内心 去迎接一个新鲜的事物 迎接一个朋友 迎接一个全新的挑战 热爱是源于内心的 无论多多少少 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热爱 我觉得你才能发现 生活之美和人之美 我这样吧 我觉得你帮我写了第一页 那我不妨就用 接下来的时间把它写满 好啊 我希望最后一期的时候 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我会拿回来给你汇报 我一定要看看大家 所有的人对生活的感悟 让你看看我这一季的收获 太棒了 期待这样 你要给我加油 加油 好吧 满满的收获 其实最初来邀请董卿老师 录制我们的线导片 想法很简单 因为他是主持人转型 制作人的一位 他有着制作节目 和主持节目的经验 就像我的很多前辈们一样 能有这样前辈的代表 来到你好生活 也是告诉我 我们的路要怎么走 我们应该怎么去完成 成这样一季节目 怎么样把我们想要传递的东西 通过节目去传播出来 更多的收获来自于 他不仅告诉我们 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下去 他更多的是告诉我们 这个本子其实是要你自己来去把它写满的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了很多的内容 聊到了制作人他的心酸 他的心路历程 聊到了我们每个人如何与生活相处 如何与生活搏击 我们聊到了怎么样去用相信的力量 去保持一颗少年的心 在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当中 我们居然真的去碰到了这些问题 去遇到了这些能给我们答案的人 所以当一路走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发现 其实那一期先导片 是在给我提出问题 而我用了这一趟的旅程 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董卿老师的这段短片 放在我们的旅程全部结束之后 我觉得那是一个更好的位置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特别幸福 希望你今天享受了完美的一天 谢谢 有机会再来你好生活 你好 其实有时候 人和植物是一样的 植物是扎根于土地 人是扎根于生活 而植物又是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场景 我们很有幸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接触到了竹子 我们看到了小草 我们看到了花 过去可能你会觉得 它们只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它们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呢 当你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是客人 你们是主人 我来到了你家里 你欢迎我吗 我想这也是大自然 给予我们的一种恩赐吧 当你在这种自然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你无形当中就会放下自己 竹子它特别的刚直 非常的纯洁 它可以一直直直地往上 那我很想像竹子一样 不断努力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 自己明确的那个目标 常常讲清风高洁 对 而且呢永远是摇曳之上 从物旁一写出 头下的可能是一粒种子 但是长出来之后呢 可能就是一个苍天大树 我觉得我曾经是一个缺乏感受 爬 想放弃的随时可以放弃 爬珠峰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 比较尊重每个人 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很多事情你不坚持到最后 你是看不到结果的 行走的过程中 就想着登顶的那一刻 上山的路往往是最难爬的 不光是我们今天的经历 人生中最难爬的 也是上坡的那个路 当你觉得累 当你觉得痛苦 那意味着你在走上坡路 小心啊 慢点慢点慢点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 不断长时间的积累 不断不断地努力完之后 越来越爱 一路走下来 谁身上没有几道伤疤 这个伤疤往往是我们生活里面 得到的勋章 我们必须把这个勋章 转化成动力 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的热爱 我们自己的热情 往自己的目标迈进 太美了 不光盘到十万步 每一步都算数 不管结果怎么样 他们完成了一场非常非常激烈 激动人心的比赛 看到了 可以跟他合上一招吗 可以可以 跟他合上一招 一二三 祝你在这里生活幸福 母子平安 祝你的孩子未来在这里 茁壮成长 茁壮成长 因为这是你们的家园 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回去 你听懂我的话 你就眨眨眼 对 那是生活 如果生活是一个人 你会想对他说什么 如果生活是一个人 你想对他说什么 生活如果是一个人 我想对生活说什么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多大 我会把这个人对照成自己 生活请对我好一点 请善待我 你好 生活 我还想说这个 尽量放轻松 很高兴认识 紧张地伸出右手 我们彼此看着对方说一句 你好 很高兴认识 谢谢 感恩生活 感谢走过来的每一步 是这个人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那些不好 那些缺失 如果少了一个环节 可能就看不到今天的承诺 他对我不好过 但是我现在会谢谢他当时对我不好 他就保持这样吧 继续好跟不好都来 我觉得就很好 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他 但是如果你还给他一个微笑 他可能给你一个拥抱 多给自己一些空间 学会和自己和解 如果生活是一个人的话 我想跟他说 暂时了 别趴下 你好生活 让我再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我希望生活在他的生活中 如果遇到迷茫啊 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 不妨停下来 然后走进大自然 走进人群 去感受生活的气息 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愈 加油做自己就好了 未来能感谢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做一个不后悔的自己就好了 我特别特别想真心实意地拥抱你 我会 他是 拥抱 过来抱抱 喜欢你啊 我爱你 嫁给我爸 生活折磨我千百遍 我在生活又突然 我会好好地善待你 也希望你好好地善待我 我希望生活可以永远保持这样一个温度 无论未来你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故事 我都欣然接受并且勇敢面对 尽可能多地让我看到你的各个面 我也会让你看到我是谁 如果生活是一个人 你想对他说什么 谢谢你 让我抱抱你 请你对我好一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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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és 你 我 好啊 这段时间我们感受了太多太多的变化 我们看到天上的飞机少了 似乎蓝天变得很透明 我们开始认真地洗手 我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 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相处 我们开始更关心自己的身体 关心家人的身体 关心那些我们从来都在忽略的一些 平常而自然的事情 去发现生活之美 去发现人之美 去听花开的声音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亲我 以后这次时间太紧了 还想跟他一起旅行去更多的地方 谢谢 完美 完美 好吧 谢谢你们到来 谢谢 谢谢你们在你好生活 希望你能够在休息的时候拥抱美好的生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特别好 谢谢 谢谢 完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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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OK 好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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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给他 哈哈哈 特别棒 好嘞 谢谢 谢谢萨哥 谢谢 对 还没有结束呢 好好继续你的旅程 好的 嗯 这个节目不会再有第二季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也许你在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第二季了 你好生活第二季 马上就要开启了 这就是我们 最先邀请到的嘉宾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如果你好生活第二季 邀请你们来 你们会来吗 这个节目还有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办下去了 对 现在就是最好没有第三季 哈哈哈哈 如果第二季你好生活 继续邀请你来 你会愿意来吗 看开什么价 哈哈哈哈哈哈 都拍下来了 好 广泉 其实很多人都说上一季 没有邀请你来 是节目最大的损失 是吧 你怎么看 那跟导演关系不好呗 哈哈哈哈 在你心中的美好生活 是什么样的 在我心中的美好生活啊 就是兄弟们在一起 嗯 所以央视博士在一起 你觉得会玩得很开心吗 嗯 那那看去哪 我觉得去你好生活 不一定 如果我们只有三张机票 央视博士只有三个人可以去 你会选择谁 我就不用去了 我觉得 哈哈哈哈 诚意都没有 因为邀请我们 还说我们只有三张机票 少买一张 我们包机去 好的 第二季 包个偷拉机 一路拉钻地开过去 你比较期待吃玩喝还是 你能让我就是在一个地方踏踏实实的歇会儿吗 我们就不能聊点什么思想上要得火花碰撞吗 就搞来搞去就是看到什么吃什么 有一点深度 期待就是又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一个失控的场面 我就是看看几组的伙食怎么样 好吃的 对好吃的 好吧 就你好生活 就得生活好吃好喝好 期待第二季的你好生活 央视博士会一起亮相 好不好 好 当然一定把时间都出来 一定让央视博士在你好生活当中感受美好生活 你好生活 向生活说你好 哈哈哈哈 好随意的变化啊 你好生活 向生活说你好 好 sangre eyes 好 太丰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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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好 好 好 欢迎 你们 啊 我们 我们 开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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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